彰化县国民党议员杨俊成的服务处 七号凌晨遭人开枪恐吓 并且持棍棒破坏 我们实际致电杨俊成 他澄清是两年前的事情 确实汉人有金钱纠纷 但是没有开枪这回事 不过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 有此事已经展开调查 一个 两个 三个 铁卷门上大大小小凹痕 疑似是弹孔痕迹 一旁门柱也留下被破坏的迹象 彰化县议员杨俊成的服务处 传出被人开拔墙恐吓警告异味浓厚 警方不敢大意到现场来回财政 实际致电议员他澄清 确实汉人有过金钱纠纷 但是服务处被砸事 两年前的往事 强调当时没人开枪 不过这说法和警方有出入 虽然警方第一时间没有接获相关报案 不过经过追查发现却有此事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对象要厘清犯案动机 接着文费林一峰林博重 彰化报道 火灯之一 火灯主 火灯主 地花